匆匆挑戏翁姿曼 夸蘋果旁白歌 剪得高幹 匆匆堂聰盛景點農曆 過年後加入蘋果娛樂新聞 哇靠 真的啊 怕什麼 最難忘就是這麼一拖 掐著一順五五 他主持也有兩個月的時間囉 看我們的蘋果娛樂新聞的VCR 其實還滿享受的 對 非常的好笑 對 我們有非常 就是講話很最賤的一個配音員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旁白歌 用羊羊小心 那說不定是腐蝎子下面有本票 還有到過去牙套被打飛的瞬間 河豚好像生了士林香腸嘴 而且這樣一份還扎了大蠟的樣子 想要跟他拼一拼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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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怎麼可能是他的對手 沒有 不同等級的選手 不同一個級別 他級別比我高啦 好說好說啦 若真要比你從從你主持功力 鐵定比較高 重點是 那個都花時間耶 有很多很酷的歌耶 怎麼找得出來 所以我估計你們這幾個 大概都四五十歲以上的老爺 喂 從從哥你離題了啦 倒是你被兩大美女包圍 唉唷 眼浮不淺喔 因為愛妃是那種比較死三八型的 你叫他怎麼樣他就配合 他很瘋喔 那慢慢的話是 還是理性多過於那種 那種嬉鬧的感覺 有時候我跟他講一些 稍微打個擦邊球 他就是 就聽不懂 有一點帶有情色方面 我都會很害羞 會害羞 對 我會有點避開 哈哈哈哈 我會大笑 你知道 蟲蟲哥哥會教你啊 齁 膽敢挑釁漫漫 主播小心被粉絲圍攻 提到下面一位 他可就不敢遭遲啦 我第一印象閃過的 一定是最深刻的 可以不要閃過這個畫面嗎 柏妞泡湯 植女白雲 種蛋來洗 各位皮肚魚肉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美女喽喽 不是 不是 我那個看到的話 我是怕倒霉三年了 我到現在不敢去泡湯 你知道我今天去北投出外景 我看到那個湯屋我嚇一跳了 我想像那個那個 看到人家溫泉旅館有沒有 那個窗戶打開有沒有 我想像到看到女白那 哈哈哈哈 蘋果魚的新聞 小心日有所思也有所夢 報道